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神的话 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到底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我们到底如何来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 二十四世纪八零年代 最晚到九零年代 就有一个非常新兴的追求 虽然以前不是没有这种追求 可是在近二十年来 一直有一个乌生 一直有一个很大家都去追求的东西 或者说要追求丰盛的生命 到底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 到底什么是丰盛丰富又荣耀的生命呢 有的人认为有美好的荣耀 小好的身材就会有丰盛的生命 也有人认为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就是丰盛的生命 有人认为赚钱赚的很多 就是丰盛的生命 有的人认为地位高 权力大 才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 我想每一个人在定义什么是丰富的生命 有他自己的标准 我们竟然发现近几年来 年轻的一代 有人 真的有人 他认为把电动玩具打得非常的好 打到可以去比赛 打到可以出国去 打到可以得名次 得了下就有丰盛的生命 也有人成为追星族 你们知道什么追星族吗 不是星象家 是追星族 他们成为某大明星的粉丝 我起初听以为是星族来的粉丝 后来还知道原来是英文翻译过来的粉丝 他就拥有了丰富的生命 你说真的有人这样吗 可能你不是 可能你也有你自己对丰盛生命的诠释 我们还发现很多人最近突然 以前又有 最近突然 大家就敢讲了 讲什么呢 说他拥有名牌就是丰富的生命 有人从头到脚都是名牌 从里到外都是名牌 他用名牌的服饰 他用名牌的鞋子 他用名牌的装饰品 他认为这就是丰盛生命的表现 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呢 怎么会有人有这些呢 我们想起来不可思议 那真的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报商杂志 从电视里 从这个媒体 你看到最多的广告在哪一方面 就是越多有人认为这一件可以带他满足 带给他满足 带给他自信 带给他笃定 甚至我从网路上面看到很多的网站 我们从电子邮件当中收到许多的广告 告诉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生命更好 怎么样让我们生命更满足 怎么样让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 主张身材脚好 容貌 美丽的 就拥有丰盛生命的 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广告 可以帮助你拥有丰富的生命 现在 整形已经可以指定 整成什么人的样子 真的 他要整怎么样的鼻子 整怎么样的额头 连嘴唇要多宽多窄 都可以指定 最近我看到 这个电视上说有一个人就拿了照片说 我整成这个样子的 就整了相似度到80% 叫做丑小鸭变成天鹅 就有这种事情 他认为电话就满足 他就这样做好 他真的是我这样就变得很有自信 那记者在采访他说 所以你现在比以前更高兴吗 他说当然 他说你现在比以前更笃定啊 他当然 你现在比以前更充实吗 当然 他就容貌变了 他就觉得有满足 他就觉得有丰富的生命了 而且现在减肥 可以瘦哪里减哪里 胖哪 胖哪里减哪里 瘦哪里 增哪里 那真是厉害 那有的人因为 他这样才能得到丰富的生命 他就去追求这些东西 你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有人就是这样 他有了自信心 他觉得生活变得美好了 有人认为身体健康就是丰富的生命 有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多少的媒体告诉我们 吃这个身体健康 吃那个身体健康 有各种保健的产品 有各种运动的器材 我们就知道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实在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 会真正认为丰富的生命就这么简单 身材好 身体健康 有钱 或拥有什么 这就是丰富的生命 当然有些人说我没那么熟悉 我没那么现实 我不是看现在的 我不是看外表的 我认为我有精神生活的丰富 才是丰富的生命的保证 或者心理学告诉我们 最高的就是自我实践 自我完成的实践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自我实践可能是为了别人 那么我就会有我丰富的生命 那到底丰富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丰富的生命呢 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大概都能够接受丰富的生命 非求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 绝对不是自己的 如果有一个人 他认为他享有的丰富的生命 而他的所行所为 都是损人利己 任务从旁观者的角度 我们从客观的角度 我们不认为他拥有丰富的生命 等一下我会讲 等一下我会看 甚至他主观的思想方面 他其实是暂时的 以麻痹的方式来 祝福自己 说我拥有这些东西 久而久之 他就会发现那些 不是丰富生生命的本质 那只是物质多的生命 那只是掌声多的生命 那只是使人更多的 看到他的存在的生命 那并不代表他有丰富的生命 那么什么才是丰富的生命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如果安静下来 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时间 不是在这边几分钟的时间 让你想 而是你花一点比较长的时间 而且你真正做过一些比较 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 大家比较能同意的 就是一个丰富的生命 应该是一个有爱的生命 或许你突然讲 你不能接受 或许我突然讲 如果可以这样吗 那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到底什么是让我们真正丰富的 什么是让我们丰富 不只是这一时的 而是能够长一点点的 不只是长一点点的 是能够长更长一点点的 是不是把我们年纪老慢的时候 是不是把我们身体穿一袋的时候 我们觉得什么是丰富的生命呢 我告诉你美好的容貌 健康的身体如果是丰富的生命 那有一天我们全部都会失去吗 有人越老越健康吗 没有那时候你不够老 你够老了你就知道 没有健康的 不可能有健康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健康到永远的 所以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存在 比较久的或者是久一点点的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承认 丰富的生命的人是他不仅能够接受爱 他能够付出爱 他不仅能够享受爱 他也能够分享爱 我想这个是放出四海皆准 就是丰富的生命的表现 是爱 今天拿出我们今天的讲义 我们今天的讲义说 丰富生生命的表现是什么 是爱 丰富生生命的表现 无论他因为拥有丰富的生命去爱人 或者因为他享有很多的爱 而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很丰富的 我们都可以说丰富生命的表现是爱 许多年轻人流行一本书 现在还在流行 还有年轻人在看 你知道以前我们看的书 或者我以前更早的年代 那种书都可以一看再看 而且有些人是很多书大家都流行的 现在流行书能够留持五年 就很了不起了 你说摆在书架上五年 还有人看就很了不起了 除了古典的书之外 现在是能够摆在那边 看了两三个generation 我们都有人在看 就很了不起了 有一本书 现在大学上还在看 因为我问过他们了 很多年前的书 就是最后十四 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 有没有人看过 有没有看过 有看到不少的看过 那个描写到底什么 才是人生追求的 人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可这不是一本最重要的书 它是一本一般的书 它提到一个观念 它说什么 其实一个人生命最重要的 就是去爱人 以及享受或接受爱 它都是一件事或者是两件事 就是爱 要么你说是爱 要么你说是爱人或者被爱 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 他会去爱人的 我再说一遍 一个有丰富生命的人 他会去爱人 他会去爱习物 他会爱习自己 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 他会去爱人 他会爱自己 他会爱习东西 因为你会接受爱 中国古圣先前也说 他说什么 他们也不要把爱 他们说人民而爱乌 所以事实上不仅丰盛生命的结果是爱 而且爱是丰盛生命的源头 源头 那今天我们要从一段圣经来看 丰盛的生命爱 是如何的得着 我们怎样可以享受生命 到底我们怎样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呢 或者我们说爱是如何的成为丰盛生命的表现呢 请我们打开讲义的背后 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 第一节 弟兄听 耶稣信任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利长 是个财主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因书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失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手说 主啊 一半也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浙江 因为他也是亚罗拉罕的孙 人死来 会要寻找 拯救失上的人 圣经在这边提到一个人 名叫撒该 是一个税地长 他也是一个财体 他也是财体 在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在收税的事情上面 是采包税制 如果不是罗马人 从罗马人的地方 是外族的人 他们收税有一种方法 就是包给当地所在的人来帮忙收税 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造成很多的困难 他们在每一个地区 都有一个人帮忙收税 撒该应该是耶利哥城的税地长 就是耶利哥城是他把税从政府承担过来 然后他把总数交给罗马政府 因为这个缘故 中间过一手 他就有偷的机会 他就有偷的机会 那么在当中呢 他可以用自己的标准或者巧立名目 他就会去讹诈别人 撒该就是这样的税地长 我们刚才说 他很可能就是耶利哥城的税地长 因为这个缘故 他可以说是耶利哥城最有钱的人 那因为他有机会去讹诈别人 借着收税的名义 他就拿了很多不该拿的钱 从这段圣经我们来看 是不是有钱的人 是不是这个有钱的人 撒该 他就是一个生命丰富的人 是不是 如果你看你就知道不是了 他很可能有丰富的物质 他也一定会高权控 因为他看谁不顺眼 有的人交不出来 他去展颜展颜 对不对 可是如果看你不顺眼就不能演 你非现在交不可 不然我就查封 不然我就拍卖 所以他跟他决定 他也很可能因为有钱 大家都怕他 他的权力大 大家都 没有办法跟他抵抗 他也很可能因为有钱 他可以有更多丰富的精神生活 对不对 因为你买不起的东西他买得起 你买不起的东西 在图书馆看的东西 他可以买到家里去看 你就知道他比别人有更有机会 享有更丰富的丰富生活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丰富生命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从这段圣经你就发现 他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朋友 他没有朋友 他是一个穷的人 他没有朋友 他只有敌人 罗马人当然不能把他当成朋友 他只是罗马人收费的工具 犹太人根本不愿意做他的朋友 谁愿意做他的朋友 因为 我们以前叫犯奸 对不对 他们叫什么 犹奸 犹太人 他们替敌国做事的 所以犹太人更不愿意做他的朋友 因为 撒盖是帮罗马帝国做事的人 是否他们是一个人 所以撒盖不仅与犹太人没有友谊 只有厉害跟冲突 在犹太人心里面 撒盖是一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只是喊在心里 嘴边 不敢说出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来看这个人 倒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来读19章2到4节 好不好 2到4节 我们一起来读2到4节 预备 名叫撒盖 做税地长 是个财子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这里提到他想要做一件事 他想要看一个人 他想要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 可是他起不到前面去 如果我们背景刚才讲了 你就应该知道 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 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台北市 大部分人不知道了 台北市的财政局长是谁 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 少数人知道 如果你是大户的话 你就会知道 你不知道财政局长是谁 不是撒盖 那当时不只是财政局长 他很可能是 罗马帝国之下 给犹太人最高的职位 叫做税地长 如果我们今天要了解 我们就可以稍微比拟 叫做市长 我们就比较知道了 市长要看这个东西 大家请在那边 请问最后他会站在哪里 站在最前面 大家会让他 他是政府首长 照理说 耶利哥城应该是这样 他要看耶稣 让他让一头路给他看 而且他身量又晚 更该让他了 对不对 可是请问他怎么看 人家故意怎么样 他故意挡他 如果他是个人人信众的人 别人会这样子 让给他看 而且他又长得矮 更应该让他了 可是 这些人可能就找这个机会 出个拐子报复他 对不对 打篮球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打不赢小动作 他们就故意帮他看他 故意挡着他 所以我再猜他真的可能很爱 可能挨不过别人的肩头 不然的话至少可以插空隙再一看 对不对 他连空隙都看不到 这些人故意挡他 所以我们就发现 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他是一个孤单的人 他是一个没有快乐的人 以后这个人怎么办呢 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山去要看耶稣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想不起来那种状况的 你想马士长就想不出来了 如果他为了要看一个东西 看不到 他就跑到前头 跑到树上去 从这边这样看 你说嗨马士长 你感觉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 一个人到这个地步 也没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 他为了要做一件事情 必须独立完成 我们就实在知道 他是个孤单的人 他内心有很大的压力 也没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 我相信如果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话 会非常了解Sakai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人际关系都很好 所以没有人点头 因为你们不了解他 当他需要分享的时候 别人不愿意听 当他有快乐的时候 没有人要听 可是 就在第八节 他有个很奇怪的改变 有个很奇妙的改变 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呢 第八节我们来读第八节 我们读第八节 预备请 赛开赞的对手说 苏马 我若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他有一种大的转变 他愿意把他财产了一半给穷人 而且如果他以前 不管什么原因 或者收费或者别的原因 讹诈了别人 他说还他几倍 还他四倍 还他四倍 其实讹诈了谁 还一倍就可以了 有还就不错了 是不是 可是他还四倍了 这是犹太人的预法 还四倍是应该的 是对的 他还四倍 可是我们发现 Sakai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说要丰富 他的生命丰富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把他一半的给穷人 我问你 一半多不多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 一半都多 听个懂吗 不管你原来拥有的多还少 对你而言 一半的给别人就是多 信不信 不信拿一半来 我们算会要的 你试试看 我们教会要 拿一半来就好 不要多 他一定有什么原因 让他愿意给一半 你也丢了我的意思吗 他一定有另外的东西 要把一半给穷人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一半 给穷人 然后用他所讹诈的 然后给人家四倍 如果他总贷产的十分之一 是讹诈来的 经过这样子处理之后 剩下多少钱 剩下十分之一 你还在算吗 本教会有没有算很快的 如果你刚才还来不及的话 是速度慢了一点点 一半的给别人 如果十分之一是讹诈来的 不要还人家 十分之四 所以一减到二分之一 又减掉十分之四 还剩下十分之一 出来了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也不够快 知道吗 他的财产只不过是十分之一 是讹诈别人的 他就不只是十分之一 所以请问 他的总财产 讹诈别人的不能超过多少 你们数学不好 算一算赶快 百分之十二点五 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四倍 就是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一半给穷人 再把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四倍 给穷人 他就一毛不剩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这个人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坏 对不对 他只不过是十分之一 我给你举例 我们几十分之一还少 他如果是十分之一而带来的 他就觉得他只剩下十分之一 总财产的十分之一 我请问你 现在你的财产有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不要让我知道 以免我软弱 可是你把你一半给穷人 再把十分之四给别人 你剩下十分之一 你觉得呢 当我在思想的时候 我就发现 一定有什么事情 领到杀开了 一定有什么事情 领到杀开了 他为什么 不再看中物质上的财富呢 如果他里面不是使他满足的 过去这些日子里 他所依赖 拥有丰富生命的财物 他怎么可能给别人呢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爱人呢 他为什么愿意吸收他的财物 分享给别人呢 到底这个丰盛生命的来源 是什么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要来看 轰盛生命 从哪里来的 第一 我们看到 第一 轰盛生命的表现 请你拿出底来 写下来 轰盛生命的表现 爱 是从学习而来的 全写下来 从这段圣经说 轰盛生命的表现 爱 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问 爱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会 很有把握的 除非你现在没有感觉到爱 除非你没有经历过爱 所以你不知道爱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爱是从爱来的 我再讲一遍 爱是从爱来的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爱是从学习而来的 爱是从感染而来的 爱是从感动而来的 爱是从感受而来的 爱必须体会来的 人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说 学习是人类成长成熟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人类成长成熟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学习 我们有一句俗话说 进出者 进默者 你们不能 对讲原有不公平的待遇 有的人上一句 你们就回答下一句 对不对 要公平 这才有爱 对不对 你不能爱那些可爱的 对不对 不可爱的里面要爱一下下 为什么进朱者是 为什么进默者非呢 为什么会是 为什么会非呢 是因为学习 是因为展览 撒开本来是一个不会爱的人 否则他不会做税利长的 做税利长要狠 做税利长要知道怎么样 拿到他要拿到的 因为他要交税 他要交税 他做了税利长之后 就摆明了他只有损人 他不一定立即 他也可能立即 等他做了几年税利长 我们就相信他更不喜欢别人了 因为有的人就是不交税 有的人就是找麻烦 他更不会爱人了 久而久之 他看钱比人更重要 对不对 我问你人重要钱重要 真的 我再问你一遍 请问人重要钱重要 大声一点 你们记得 所以有的人没有钱的时候 你要帮忙 因为你说人比钱重要 对 别人也不喜欢他 别人也不爱他 他从人生到挖钱 炸钱 所以我们从第三节看得很清楚 第三节 他实在是一个别人不喜欢的人 大家都认得他 但是大家都讨厌他 在这边我们可以发现 他一定有自卑感 当一个人察觉别人都不喜欢他 或许大多数人到讨厌他的时候 他就会有自卑感 同意不同意 你用这种经验 最好不要有 对不对 大家都讨厌你 大家都喜欢你 走到那边 大家都不看你 你讲话 大家就是敷衍你 你会不会有感觉 我告诉你 撒开就是这样 他虽然也有财富 他也很有钱 他没有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人不喜欢你 你都会不知道的 别人讨厌你 你都会不知道 都很敏感 没有一个人 酷之大意到 别人不喜欢他 他不知道的 没有 没有这种人的 有人口头说喜欢你 其实他不喜欢你 你也会知道的 你可以从他的肢体语言 从他的表情 你看得出 他并不喜欢你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难过的 别人不喜欢你 你感觉很难过 那种孤单的 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撒开是 一下子 怎么可能反变过来呢 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 我们就发现 他都改变了 他丰盛生命的得着 是有原因的 我们这边说 第一个原因 是他学习来的 那为什么这样想呢 我们读第五节 第五节 我们读第五节 第五节读完了 读第七节 第八节 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开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七节 众人看见 就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开站着对你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就凡他四辈 我们现在还原现场 那天到底怎么搞的呢 原来那天他爬到树上面去 他爬在树上 耶稣从那边经过的时候 就说撒开快下来 今天我要住到你家里去 后来耶稣就真的去住了 真的去住了 住了之后 第七节 第二节说 他又接来耶稣了嘛 对不对 第七节众人看见 就撒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这一节 到底是耶稣跟他走的时候 人家讲的话 还是耶稣第二天 从他家里住完了之后 出来的时候 人家讲的话 我们不是很清楚 不过第八节 撒开战的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炸了谁 就还他四辈 是第二天之事 是第二天的事情 不是当天的事情 至于七节是跟着八节 还是七节跟着六节 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耶稣在撒开家里 过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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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我把一半 穷人 我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炸了谁 就还他四对 他该一定没有想到 耶稣会选上他 到他家里去住宿 他该没有想到 绝对不是因为他家里 他知道 绝对不是因为他家里 是耶利哥城最棒的房子 所以耶稣去住 他不会这样认为的 他不会这样认为的 在这里 也不是因为他的家 最漂亮 所以耶稣选择去 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人 撒开家也不会这样相信的 是耶稣接纳他 是耶稣按他 耶稣不以他是一个 令人讨厌的人 而不理他 对撒开家也 他清楚不知道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他到了 世纪立党之后 他就越来越没有朋友 他就越来越失去朋友 他是奈博贼 可能一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人愿意跟他来往 那不要说到他家里去了 他走过来 人家就故意散开 那当时 税里长不这样的状况 可是耶稣爱他 从来没有住他家 他说这里有个非常漂亮的房子 没有人愿意去 他说你们来吧 你们来吧 人家不愿意去 你喜欢去一个 令你讨厌的人家里吗 不要没有人吧 没有人 没有愿意去的 可是耶稣爱他 使他有温暖 使他感觉到爱的可贵 使他感受到爱的重要 爱是很奇妙的东西 爱 爱是可以感染的 爱是可以学习来的 爱是可以看来的 爱是可以听来的 爱是可以感觉到的 爱不是理论 所以说我爱你这句话 本身没有意义的 他除非谁办着其他的行动 或者是肢体语言 或者是眼神 或者是其他这句话 没有意义 所以爱不是学理论的 不是有理论知道什么叫爱 他就会爱 没有这种事情的 因为只有体会到爱 才知道什么叫爱 我以前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第一学期 他都是一年的课 第一学期的期中 结束 我每次改完了 我就会把那个 不及格同学的姓名 跟座号抄起来 那么再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利用下课的时候 就去跟这几个 个别的跟他们几个聊一聊 那么因为我教的这个法律 所以他只要概念不是很清楚 或者逻辑在考试当中出了一点点错 但他很可能就会考得不好 考得不好 那么在我五年的教书生意来当中 我不知道约谈过多少个学生 就是他第一次起头考 没有考好的学生 大部分的学生 我跟他谈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比如我说 黄一鸣 说跟你聊聊好不好 他说好 黄一鸣你常常不及格 所以举他的名字也不为我 黄一鸣 那好 我们到外面聊聊天 我们就边走边聊 我去跟我的学生聊一聊 大部分的学生都不愿意跟我讲话 不想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考得不好 考得不好 他不想面对他不及格的事情 我为什么想他们呢 我其实不想骂他们 不想骂他们 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考不及格 我为什么想知道呢 因为我在想 如果他在法律上面不及格 他的其他方面也很容易不及格 因为他是一个思考的流程 不是一个思考的流程 而且我很喜欢教书 我很爱教 我很爱教 而且我也 不是我自己说了 我自己有种感觉了 别人说我教的很好 真的真的 别人说我教的很好 别人说教的很好 他说我教的观念很清楚 而且我都会重复重点 让他们知道 重的是什么 新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容易清楚 这样 你考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一点都没有骂他的意思 因为我知道学生考不好 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原因是不用工 还是什么 那个以后的事情 一定会有原因的 是因为你没有时间读书 你必须去打工 还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科目 还是你不喜欢这个老师 请问不喜欢这个老师会考不好 对不对 当然 你不喜欢跟他讲 你就会听不进去 这很正常的现象 这很正常的现象 是不是你家里有什么状况 你没办法翻新读书 是不是 我常常问他们这个东西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特别的理由 大部分的学生 在跟我谈到一半的时候 他们就很惊讶 他们发现我没有人骂他们 因为我自己有个观念 我自己的老师有个观念 我觉得学生考不好 80%是老师的责任 学生考不好 80%是老师的责任 因为引起兴趣是你的责任 给足够的资料是你的责任 引导他们去看到那个好玩事情 是你的责任 方法 告诉他们是你的责任 学生辞职 我就知道你要不用工而已 那么如果你又会鼓励他 那不是就大部分都能做了吗 所以我就利用第一次他考不好 我就去跟他们聊一聊 我不是要骂他们 我也无意要他们下次考好 我只要知道为什么 因为问题在他的身上 如果不在我身上 如果在我身上 我可以考的 如果在他的身上 如果我可以稍微引导他 那他不就很开心吗 而且问题不在这个科目 而且问题是你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常常这样做 我常常说 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 因为这个缘故 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在第二次考试还高不及格的 几乎没有 因为第一次就期末考了 第一次期末考了 第二次期末考 如果考不及格 如果第一次不及格 期末考不及格 期末考也不及格 就当掉了 但下一期学期就党休 多一年 就多一年 因为他们必修的 一年的法律 一党就一年 所以第一次学期就 就过了 很多都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感觉到被尊重 他们感觉到被关心 他们感觉到太多讲话的机会 真的有学生很高 我说这学生在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是从商的 我为什么要学法律 我就跟他说 就是因为你从商 你才要学法律 你从别的都还好 你从商你就学法律 你被别人骗 所以我到很多年的时候 我有时候觉得我学生 或者他学的法律 我说 是我的谁 帮人家签了一张本票 很多人不知道 本票是可以 每一个人都可以开本票的 每一个人可以随便写 就变成本票的 就变成本票了 你们有没有吓到 你们有没有被人家骗过 所以你不知道 本票随便开的 你随便写都变成本票 我就跟他说很重要 他们觉得他们有表达的机会 他们体会到爱 有一个学生 是印象最深的 那个父亲是更大的教授 他父亲是更大的教授 他考得非常差第一次进行 为什么呢 他只要不然在睡觉 他上高就在睡觉 不然是在看漫画书 大学生 不是在睡觉就在看漫画书 我就很奇怪 那我当然不好的事 第一次第二次就问他 还没起床好 我就问别人说 我说那同学怎么搞的 他就说老师你不要难过 他不是针对你来的 我跟他怎么了 他说每一堂哥都在睡觉 我就很惊讶 每一堂哥睡觉 那晚上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晚上怎么办呢 那后来我就 同学跟我说 老师你不要管他 他说很多老师都没有办法 他现在已经三年级了 大部分老师都放弃了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人要讲 后来他第一次考试让他不及格 他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他第一次考试不及格 我在那一天下头 我就过去找他 我说我跟你聊聊 他说聊什么 我说没什么事情 我说我就是了解一下你的背景 他说没什么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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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是走走 他就没有办法导师 他就跟我走 走走走走 后来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很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什么 不以为然的老师 他跟我说 他说老师都是一样的 他说老师都是外表是一个样 里面是一个样 后来我跟他说不只是老师这样子 大部分人都外表一个样 里面一个样 对不对 你们都不敢点头 你们外表跟你面都一样 真的啊 那你们教会真好 把你们教的真好 谈完以后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你少来这一套 他跟我说 他说你少来这一套 他说我爸爸也是老师 我心想可能就是因为他爸爸是老师 所以他有这种观念 因为他没有体会到爱 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他不知道什么叫得着 他也看不到他爸爸的付出 我不知道是他爸爸 我这样讲有点会忘他 不一定 不过他跟我说 老师都是这个样子的 一周一周的过去 他就慢慢的发现 我的确是真的关心他 我真的觉得说怎么会这样 一个教授的女儿 怎么会变成这样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 会不会愿意开始上课 其末考他搞得非常好 我冷心呀 他搞得很好 我就心想说 哇 最后两个礼拜他开窍了 我好像读书了 他上课很脚和郎当的样子 可是偶尔会听听 偶尔会这样子 我后来知道 他们跟我说 他后来就是去借着礼记 也其末考好好的念 好好的念 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 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 他跑来告诉我说 他说老师谢谢你 他说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 我其实那个时候 并不知道什么有的爱 我的意思是说 我只是想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什么有的爱 我只是想关心他 他不仅是到爱 他也感染到爱 我发现 那一个学期 从学期开始到学期 他有很大的转变 他们同学都跟我说 身大过说 你老师不得了 你奇怪 他说他这一学期 到学期末的时候 每一个老师的课他都听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事后知道为什么 到学期末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讨厌他本来 后来他跟很多人说 有好朋友 因为他有爱 爱是从哪里来的 爱是从学习来的 爱是从感染来的 爱是看来的 爱是感觉出来的 那天耶稣没有因为 撒开这个岁利长 就讨厌他 虽然大家都讨厌他 其实像撒开这样子的人 更渴望有人爱他 对不对 我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那个越没有人爱的 越渴望有人爱他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人爱他 因为他不可爱 所以我们就是爱可爱的人 所以不可爱的人 就越来越不可爱 因为他越没有人爱他 他就越有一个反叛的表现 他越反叛的表现 别人越爱他 恶性循环 所以就没有了 我相信 撒开更渴望有人爱他 耶稣不怕人家说他 耶稣不怕人家笑他 耶稣不怕人家私下议论他 说说你 对人家里去住宿 他给撒开一个碰壁 他给撒开一个老娘 他给撒开爱 所以撒开也不怕别人笑了 那第八节他公开说 当他听见别人私下议论他 不管是昨天晚上 或者是今天早上 别人议论他 他就说 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讹诈谁就还他四倍 爱从哪里来的 爱从感染来的 爱从看来的 爱从体会来的 爱从学习来的 你试试看 爱哪里来 从事里来的 有的人跟我说 他说他 他付出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得到回报 我就跟他说再等访 因为最后一根稻草要来了 等到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他就夸了 等到最后一根稻草来了 你的爱足够了 他就崩溃了 他就投降了 他就接纳了 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有一个做漂亮的把他来找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先生有外遇 有外遇 他说我已经对他很多年很好了 我劝他不要在外面这样 他说我跟他是夫妻 我尽量对他好 可是他对我说一年过去就一点 他现在还是说你不用对我这个样子 我不会回头的 我就跟他说 挣扎的越厉害 就越在挣扎 对不对 挣扎的越厉害 就表示他现在还在挣扎 我说再等等 再来个机会 爱从哪里来的 爱从爱来的学习第一 第二 从今天在圣经我们看到 公圣生命的表现 爱从哪里来呢 是从生命来的 请你写下来 从生命来的 撒该公圣生命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生命来的 第九节 第九节我们写来的预备情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赛加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圣经说耶稣给他救恩 救恩就是生命 生命就是救恩 那如果你是清楚就知道 耶稣给我们救恩 我们又得到生命 意思是耶稣给他生命 在这边我们看见 撒该路易怎么可以 活出公众的生命呢 我们刚才说第一 他是学来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学习不是一夜之间 立刻有反应的 我们也知道 学习要有一点点时间的 或许一时多冲动 会给我们一些行为 一级的表现 可是真正慈欲的 要表现爱的是生命 恭喜撒该 在这边说 我把一半给穷人 得罩别人还他四倍 是耶稣那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受耶稣的榜样 而改变的 但更有可能的是 因为生命 因为耶稣 因为圣经当时说 今天救恩临到这家 所以他因为有生命 他今天有救恩 是因为生命的改变 耶稣说 他就是道路 真理 什么 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 你看 只有生命才带来持续的力量 只有真正有爱的生命 才带来爱的持续 如果没有生命 就没有持续 生命的力量大到超过 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们从许多的东西 可以看到 有生命就有力量 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河流当中 在河流当中 一个物体 不会被水冲走 跟这个物体的重量 不见得有必然的关系 一个树叶掉在水里面 它当然是被水冲走 因为水的力量 树叶还重 可是一个石头 它在水里面 它可能很重 也可能被冲走 因为水的力量很大 可是一条鱼 它不一定很重 因为它有生命 就会被水冲走 你就会发现生命的力量非常大 它本身的重量不重 可是它产生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会发现 生命带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说 丰盛生命的表现是爱 那么 什么是持续的爱呢 弟兄姐妹 爱迪不只是一个学习 爱不是一个榜样 爱迪什么是生命来 只有有生命 才带来爱的力量 而且只有有生命 才会远远不绝地有爱 生命的力量很大 从我家到我工作的地方 那常常经过一排四层楼的公寓 以前那条路是空的 所以一下子看过去 就没感觉 有一次突然路筛速了 所以在前面发发什么事情 大家都慢慢开 慢慢开 那我就有机会停下来看看 那个老旧的四楼的公寓 现在四楼的公寓不多了 而且是整排的 我就看 看那四楼的公寓 我突然发现 那个四楼的公寓 有一个地方 它是上面面 靠近屋底的地方 很多的那个瓷关 或者这个壁砖 整个斑驳下来 是个老旧的公寓 整个斑驳下来 而且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掉下来 对啊 我就看上去 不仅是如此 而且它的水泥都掉了 我以为是地震 后来我仔细看 不是 不是 这个屋顶上长了一棵树 那棵树不是多大的树 但它的根就从水泥这样子一直插下去 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因为根扎到水泥里面 虽然水泥坚硬 虽然水泥冷户 但挡不住树的生命 挡不住树的生命 树根就扎到水泥墙里面去 把枝端弄破 把水泥一块一块的牵持下来 这里找到生命 在我们里面那个爱的生命 爱的源头 爱就是生命产生的积极力量 萨盖因为有了生命 有了救恩 就愿意爱别人 他愿意爱穷人 他说把财产的一半给穷人 他以前得罩了谁 他愿意还人家四倍 他也得爱自己 如果你看到萨盖这一块 你会发现他爱自己 为什么爱自己呢 为什么不是他会爱自己呢 因为他愿意再犯罪 他愿意对付罪 他愿意对付罪 他骗别人的钱 他愿意按照律法的规定 就还四倍 过去他不是不知道 讹诈别人是不对的 过去他也不是不知道 他是别人讨厌的人 他不是不知道 他欺负穷人 他没有爱的力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需要力量的 不是你想爱就爱得出来 对不对 如果不是里面有爱的力量 你爱得出来的 那不是很简单说我要爱他 你试试看 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 后来我就问我去问大家说 说是不是 你当然就是一个普通名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不是可爱的人大家都爱 他就说对 大家都说对 我说那不可爱的人 是不是大家都不容易爱 大家都说对 所以有一个人就说 可是长老要爱可爱的人 也爱不可爱的人 我们一般人是不必这样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长老就爱可爱的人 不可爱的人也要爱 不是长老就可爱的人爱 不可爱的人不爱呢 他跟我他回答说 他说因为你们是 服侍神的人 他说你们的职份 是你们一定要这样 你规定我也没有用 不是你规定我就有用的 那个需要爱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爱 丰盛生命的表现 是从生命来的 这里讲到的生命 是在他的里面 他愿意对付自己 他爱自己 我请问你爱自己容易不容易 啊 容易不容易 起初容易啊 你会发现 有时候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啊 爱自己很不容易啊 爱自己要面对自己的难处 爱自己要面对自己的罪恶 爱自己要放下去 去做不对的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啊 他爱自己他不愿意再犯罪 他愿意对付罪 他愿意对付说谎的罪 他愿意对付额障别人的罪 他愿意对付那个 慘爱钱财的罪 他愿意对付那个慘爱钱财的罪 生命就带来爱的力量 他愿意用生命的力量 去面对自己的现状 亲爱的朋友 亲爱丽光姐妹 如果你里面有真正爱自己的心 或是爱自己表面啊 或是爱自己的肉体 或是爱自己的私欲 在爱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需要力量 他因为爱自己 他愿意自己待在罪里面 他做一个动作 就是他公开的说 你知道他可以私下做 他可以私下做 对不对 为什么公开说 因为公开说他就没有K路了 他都把一半的给穷人 我讹诈别人就还他四倍 那这就是撒该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第三 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 十分钟不到我们来讲 丰盛生命的表现 第一 爱是从学习而来的 第二 是从生命而来的 但在这边我们要说 丰盛生命的表现 爱 是从耶稣而来的 请你写下来 这个重点 耶稣而来的 为什么丰盛生命的表现 是从学习而来的 为什么丰盛生命的表现 是从生命来的 而第三 丰盛生命的表现 是从耶稣而来的呢 请我们读 由第十节和第五节 第十节和第五节 第十节请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 世上的人 第五节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丰盛生命的表现 爱 不仅是从学习而来的 撒该不只是从 耶稣那里 学习到佛的爱 丰盛生命的表现 爱 也不只是从生命而来的 撒该不只是从 耶稣给他生命 他就得着爱 其实撒该得着生命的表现 爱 是从耶稣本身来的 是从耶稣本身来的 那这整个圣经的记载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第五节 耶稣说 他要住到他的家里 可是从一十节 我们就看到 耶稣原来到这里来 是要寻找拯救什么 世上的人 所以他会说 他的家里面去 家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 那要住到他的生命里面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耶稣不只要到他家里面去 耶稣是要住在 撒该的心里 红圣生命的表现 爱 是从耶稣而来的 耶稣的确是爱的榜样 耶稣也透过救恩给撒该生命里 但救恩的本身是 耶稣要让撒该得着的 是耶稣的自己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为了要告诉他 你心腹 我特别引了一段圣经 我们来把它念 就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 那你如果在圣经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 爱是得着耶稣自己 我们读十五节十六节 请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里 采访不去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这边就是当一个人接到 接在耶稣基督他心里的时候 就是神住在他的心里 神如果住在一个人的心里 那个人就住在神的里面 而神就是爱 所以当我们借着耶稣 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 住在神里面 就是住在爱里面 神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爱住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爱如果在我们里面 好不好 我们就有爱给别人了 对不对 这样我还不懂的话 我只好说 给你很多钱好不好 那你就可以给别人了 对不对 那我想给别人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钱给别人的 要爱给别人 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必须有爱在你里面 你才会给得出爱来 爱不在你里面 你给不出来来 更现实的说 爱不在你的里面 连钱都给出来 钱给你 你不见得给得出来的 要爱在你里面 才可以付钱给别人 所以当我们借着耶稣 基督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是住在爱里面 爱也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他该接受的耶稣 他就是接待神的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的里面 因为这个缘故 他就有爱的心 源源不断的把爱涌流出来 爱是需要持续的 爱是需要力量的 除了我们学习以外 除了我们有生命力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 我要来到爱的源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我要问弟兄姐妹 你是神的儿女的 你已经来到爱的源头了 你已经得到爱的源头了 爱的源头应该在你的里面 你也住在爱的源头里面 为什么我们还不太能够表现出爱来呢 为什么我们的爱还不够呢 圣经上说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有根有基 我们又能够佛出神爱的长阔高深 所以其实基督徒 为什么不能爱别人 就是神在他的里面 不能做主 不能做大 不能充满 这是我们的限制 我们限制他 我们限制他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木道的朋友 你还没有让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呢 我可以告诉你 爱有三个得到的方式 第一个你学习 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 你也可以有爱 你可以学习 你可以感受 你可以有经验 可是公正生命的表现爱 还有第二个 你要从生命来 从生命来 有生命你才能持续 没有爱的生命你不能持续 而爱的生命哪里来 从耶稣来 你必须先得着 你才会有 你没有得着 你怎么会有 你可以学习 你可以模仿 可是等你真正有的时候 你才可以分解别人 所以什么是爱 你必须先得 你才能给 你没有得 你就没有办法给 你必须先得 你没有得 你要给也给不出来 他给什么给别人呢 所以 只有当耶稣就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才有远远不绝的爱 因为神就是爱 我最后讲一点点 我就结束了 有一个人 他传福音给他的爸爸 给他的爸爸 爸爸还是祖父 我忘了就是他的长辈 传了很久很久 传福音给他 他的爸爸就想了很久 他的祖父想了很久 很久以后 他说我是一个难处 其实有两个难处了 那另一个难处我就不讲了 还有一个难处 他说有一个难处就是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 天堂只有信的人才能进去 为什么天堂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去 那不是很排斥 我们这些没有信的人吗 他说为什么 接待他的 接受他的 成为神的儿女 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而有生 为什么就信他的 为什么不信的就没有呢 他说你们到底不是很狭窄吗 那这个儿女怎么回答他的父母呢 他怎么回答他 他说是这样 他说事实上是这样 事实上也是这样 就是天堂并不是一个地狱性的概念 不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 不是一个有房子这样子的概念 你能进去或者不进去 不是信耶稣就拿到门票 所以你能进去 不信耶稣就不给门票进不去 不是不是 什么叫天堂呢 什么叫永生呢 什么叫做不致灭亡 反正永生呢 是与神同在就是天堂 与神同在就是天堂 与神同在就是永生 什么叫永生 什么叫天堂 它不是一个地狱性的概念 它是与神同在的描述 所以天堂是什么 天堂是与神同在 他跟他爸爸说 他说好 他说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所以上帝借着耶稣 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希望与我们同在 然后我们说我不要与你同在 我不要接受你 我也不要相信你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天堂 对不对 我用一般的话想 因为天堂是与神同在的状态 这样子好了 等一下序会结束之后 你来跟我讲话 我不理你 比如说序会结束之后 在毕竟姐妹找我讲话 他说你今天跟你讲一句话 我不讲 对不对 他说我不跟你讲 他说我不跟你讲 他说我不跟你讲话 我不跟你讲话 我事后可不可以跟别人说 说为什么刘碧英不跟我讲话呢 我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因为他要跟我讲话 是我不跟他讲 我事后不能跟别人说说 为什么他不跟我讲话呢 他要跟我讲 我不要跟他讲 最后我就不能说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讲话呢 那个女儿跟她的父母亲说 她说什么是天堂 天堂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要让我们跟神同在 可是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能今天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我们 当中有人追求丰盛的生命 有人知道丰盛生命的追求 绝对不是追求物质 绝对不是为了追求精神的享受 不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实现而已 而是为了追求爱 我们怎么可能有爱呢 这个爱不仅现在有 就是存到永远的 那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 以至于我们透过学习 透过生命的坚持 就更多爱 好不好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一起来享受 这一段时间 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 一点点的时间安静 天父我们 向你现在感谢 如果不可爱的人你可以爱 如果不可爱的人你愿意爱 这里有一个你可以爱的对象 就是我 主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需要你的救恩 我需要你的怜悯 我需要你的爱 主即便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信你 相信你接受你很久了 我们需要你更多的恩典领到我们 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 你今天接纳他 因为他已经向你回应 说他需要你的爱 他需要你的生命 他要向你学习 他承认他是软弱的 他承认他是有罪的 求你接纳他 愿今天早上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 愿你看你的儿女在这里彼此相爱 你的心得到欢喜 我们现在要散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和我们的家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Amen